中国男演员吴迪飞 凭借校园剧无法直视 踏入演艺圈 亮眼表现备受瞩目 阳光暖暖的形象也吸引不少粉丝喜爱 今年她消失在荧光幕前近5个月的时间 没想到日前突然发文宣布退圈 吴迪飞透过影片表示自己消失了很长的时间 因为她生了一个没办法再继续演戏的病 虽然她很喜欢表演 但还是决定鼓起勇气 为自己重新安排人生 对演员这个职业告别 对此无敌非低调搬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 开了一家甜点店 一步步学习烘焙煮咖啡 还学会了制作一式冰淇淋 发掘出自己另一方面的天赋 如今她拥有两家甜点店 营业额也相当稳定 因此决定退休搬回老家 并承诺未来会继续拍摄影片 分享恢复平凡人身份的日常 获得许多粉丝的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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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